先来看南投竹山三名青少年偷开货车而挂的也是偷来的车牌 被远景发现之后出现一个难题 由于当时货车呢是在市区上行驶人比较多 警方也担心积极围捕会造成意外 因此一路追了50公里 在半个小时之后呢将货车逼到了国道上 还对空抿了两枪才终于成功抓人 三名青少年瞒着家人偷开货车 还挂着偷来的车牌在竹山市区爬爬灶 被巡逻的远景发现闪大灯民警敌 但三名青少年不仅不停车还加速逃逸 小货车为了超车差点和一旁的小轿车插撞 紧急左转整辆车摇摇晃晃的就开到了对象车道上 警北追逐货车被逼上的国道 直到南下265公里处开了两枪市井才成功拦截 被逮的这两位就是刚满18岁的黄姓和林姓青年 他们好大的胆子竟然带着未满16岁的林姓少年偷开家里的货车 怕被发现就挂上偷来的车牌上路 结果南逃警方的车牌辨识系统 一路上追车 但警方也怕会重演追车导致车祸的事件 小心翼翼追了30公里才逮到人 警车还是在后面到适当时期才把他拦下来 所以没有一位强势让他 对对对对 因为如果说你用车碰车的话 他会造成更大的危险 偷开家里货车还偷车牌 还和警车追逐 索性没有发生意外 要是波及无辜 后果恐怕不堪设想 今天新闻周大祥南投采访报道